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嗨大家 我們現在來到的就是 貝爾根市區剛達成的輕軌一號線 然後他直接到最後一站呢 就是在這個貝爾根的central 一到這邊就可以看到他們 這邊的街道超爆美的 漂亮到不行 而且現在剛好就是正值準備要聖誕節 所以他剛剛這邊還有很多聖誕氣氛的一些元素 然後剛剛還有在河面上有一個聖誕樹 我覺得很酷 這裡有7-11 今天逛7-11嗎 逛起來了 這7-11的門是木門耶 帶大家去逛7-11囉 對坦克門市場來逛7-11 7-11有沒有烤麵包耶 噢 感覺很讚 不可能那麼雀躍耶 很特別耶 很像超市 很小間可是很香耶 非常香 裡面很多烤麵包的香氣 看起來都好好吃喔 奇奇 很香對不對 超香 我覺得是他的熱狗被嚇 噢 他很厲害熱狗的感覺 這邊很多養藏耶 81塊×13 200多塊喔 簡單逛了一圈馬上被嚇出來 是被物價猶到 因為剛剛在德國 我就有發現德國那邊 反而克服的物價算是歐洲非常低的 對 沒錯 以三明治來說剛剛賣2歐 這邊要賣72克朗 克朗等於說是210塊台幣 跟德國的2歐真的是差超多的 北歐的物價就是這麼可怕 一瓶礦泉水100塊起跳 來這邊真的是要有滿滿的荷包 我們這位奇奇姐姐有金山銀山 完全不用怕 他不會打開水龍盒喝水 他不會 來這邊要有敢喝Tab Water的決心 沒錯 因為剛剛我們也是跟飯店 詢問說有沒有提供瓶裝水 他說沒有 你們直接從水龍盒打開就可以喝囉 就是洩漏 我們發現那個認真榜有 銀水之一 對 所以其實Tab Water 沒關係啦 就入境水俗吧 然後因為今天是禮拜天的關係 所以可能就是整個歐洲都是一樣的 很多商店都會沒開 或者是過了幾天之後就結束營業了 感覺街上偏冷清 yo yo 我們現在來到了當地人非常推薦的一間 香腸熱狗攤 重點是它裡面很溫暖 這邊還可以選醬料 然後這邊直接幫大家拍中文菜單 要加什麼 奇姐 French Hot Dog Sauce 幫你解決囉 那另外一個呢 還可以加這個 脆洋蔥跟新鮮的洋蔥喔 謝謝 點完它的品項之後呢 然後它會大概有五六種的醬料 你可以加 加完之後呢 它會問你要不要放一些 Topping 你可以放一些炸洋蔥末 或者是新鮮的洋蔥末這樣 Fresh Onion Yeah Thank you Yeah Thanks 來吧 我們現在獲得了兩個熱狗寶 然後先來吃看看這個 米露 我覺得這樣長的顏色跟一模一樣 看起來很好吃 看起來很好吃 很juicy的感覺 外面很脆 外面很脆 很像一個玻璃耶 就是 對你在咬玻璃 就脆到變很硬耶 OK 有個很重的煙燻感 然後還有很多香料味 在鏡頭前 第一話就吃香腸 平常都是在房間吃 它的那個黃瓜蒜頭醬很好吃 很像美乃滋跟黃瓜 組合在一起的那種甜甜酸酸的 我這個覺得是正常的 就是辣味香腸 就是一般的那種味道吃得到的 OK 但是這個就是很酥脆 上面那個脆脆的 脆脆的鹽 我還沒有吃到醬 像它太強 嗯 很少吃過這麼強的 那個熱狗現在一直在大冒煙 看起來超級好吃 很熱 如何姊姊 CC的平常它有一個 不是一般吃到的肉味 應該會有一些香料味把它蓋掉吧 所以你不會覺得它那個 不會覺得噁心 這個肉餡 對 如果我沒有跟你講是鹿肉的話 你就會覺得這是什麼好吃的 San Francisco pool 它可以點Rendier 好 鹿肉真的也不一樣 比較香 整體來說我覺得鹿肉不錯可以點 然後這兩個的話是個別都是75克啦 一份大概是225克 偏貴 就是我覺得是好吃的啦 就是可以來嘗試體驗看看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挪威的話 可以吃看看 如果你真的很想點究竟實在的話 我是覺得搭配新鮮洋蔥 可能會比較清爽一點 所以下次可以交換看看 好吃推薦給大家 下一個站呢 下一站呢是在這個 北爾根這個城鎮裡面 有一個小小一區 叫做布履根的一個小城鎮 而且它是從大概 西元1306年左右 就開始建造了一個貿易中心 很酷耶 但是一個在北爾根最早期 開始整個城鎮發展的一個中心點喔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邊真的非常有文化 也因為它是木造的關係 所以其實這種乾旱的地方很容易大火啊 其實這邊燒過很多次 那它經過了非常多次的建造之後呢 現在改建的一個非常好的氛圍 變成一個很像文創園區的概念 我們就進來逛逛看裡面有什麼東西吧 走 發現了什麼東西 就是挪威有一個 什麼 小精靈 山山 山精靈還是什麼 但是它長得很可怕 可是其實它比較難說是個吉祥物 黑洋神話故事裡面其中一個神 喔 因為今天在挪威 看到蠻多有商店都是賣這個 像的一些小玩偶啊 就是會有紅紅的臉然後鼻子很尖 對 可以問你的問題嗎 好 請說 是那老公是我來的 是芬蘭 是芬蘭 OMG OMG 我們現在到了日落時分 是下午3點58 欸 現在天空真的美到爆炸欸 超漂亮 你可以想像 我山馬就伸眼睛以來 沒有看過這麼漂亮的天空 對 你可以想像在一個 大家說這邊是宇都的城市 然後在這邊可以看到這樣子黃昏的景色 真的是我們超級幸運的 過兩天到 最北邊的時候應該一定可以看得到極光 希望我們可以願望實現 好嗎 姐姐們 想知道現在幾度嗎 零度 體感不二 還能接受嗎 還行 還行 我覺得比紐約溫暖很舒服 真的假的 是比紐約溫暖很多 溫暖 不是 對 還是因為我現在有穿發熱褲 所以覺得好像比較不冷 喔 應該是你穿太多的問題 可是沒有 我穿比在紐約上半身 我就穿 剛剛走一走經過一間很香很香的味道 我一直以為是炸洋蔥 結果走進發現是炸甜甜圈 走進就聞到變成那種炸吉拿棒的味道 所以它應該一直有在現炸一些甜甜圈 這種沒有味道的 這種沒有味道是一個食物 因為它一直有聞到那個味道 然後剛剛經過著 每個人都是買五個起跳 五個十個 然後我們剛剛就各買一個原味的 然後跟有糖霜的 然後就結肉 默默的 OK 我們窮啊 怎麼了 因為有糖霜的一個賣15塊 15塊 對 其實買下還蠻貴的 很貴 因為45塊在台灣 可以買一個Mr.Donut的好不好 那我們再吃另一個 好 有糖霜的 那個Donut的好選 就是一個這樣在路邊的小 小攤子 小攤子 然後是木造的 嗯 肉桂啊 嗯 我喜歡的 它是肉桂糖分嗎 嗯 很肉桂 我覺得好吃 可是它不夠熱 我覺得它應該是有糖霜 都不會是熱的 我被糖粉噎到 我覺得它應該 因為它沒有辦法現炸完 就立刻做踏平 糖霜可能就是要冷過 對 然後那個Plan的話 就可能就是一直有現炸的 一批一批新的這樣 推薦大家買原味的喔 也可以一次買五個啦 不要像我們那麼含塞好不好 我們今天在貝爾根的第二天 昨天呢我們就是吃完麥當 最後就回去混睡了 因為那時候已經差不多有一點時差來臨 加上轉機了一整天有點累 所以後來後就沒有後續了 加上很冷的關係 喔 真的嗎 因為到了差不多五六點之後 那個負三負四度的那個溫度 來襲完全街上沒有伴的人 走路好像真的是 人生第一次體會到什麼叫玻璃腳 我的腳好像隨時都會結束 就會有一種步履滿身的感覺 對啊 然後琪琪說她穿這個Ultra的髮的褲 還是覺得整隻腿都很冷 但我腿不會冷 只有腳 因為我穿了反護車就這樣好冰 我想買一雙雪雪喔 接下來是當地的中午快十二點 所以我們想說 在飯店吃完早餐弄一弄 就出來再散步 然後要迎接我們今天的特別來賓 我們回到市區這邊 但是再來看看還有什麼 昨天沒有看到的東西 然後今天禮拜一應該也會比較多商店開 等一下來看看 我們現在走到一個爬坡上來 剛剛這邊超陡的 然後想走上來之後呢 我的身後這邊有一個聖約翰腳踏 蠻大一座的 好像是在這邊 算是一個蠻高的建築物這樣子 現在蔡先生在忙著拍他的美照 我喜歡後面那個房子橄欖綠 文青美照嗎 今天終於體驗到貝爾根的那個 陰陰雨雨的感覺 雖然沒下雨 但就是只要一陰天沒有太陽之後 就是Oh my God 風來了 超暴冷 你是什麼 我是漂亮的小甜心 不會怕冷 火熱熱 小寶 大家來看看多扯 這邊有一個噴水池 直接結冰 會滑直 會滑直 我覺得你會滑直 很滑 我的腳會斷掉 我剛走來路上真的很滑膽 因為路上淺淺的水已經結成霜 因為我們現在就在這個 貝爾根大學的這個校區裡面 然後他們其實是整個山坡 都是他們的校舍 我覺得每個建築物都蠻漂亮的 然後都有一些自己的不同特色 你看那邊很漂亮 就山坡往下看就可以看到 整個貝爾根市區 群出的屋頂很可愛 難怪因為昨天晚上夜景 我們沒拍嘛 晚上其實看到山坡上 都是燈超漂亮的 對 遠處就是山壁上 全部都是房子 晚上真的超漂亮的 很像那種 宮崎駿動畫裡面會出現的畫面 給大家看這個姊姊 拍照我們今天然後彼此 葉佩起來 葉佩起來 這一件寒貨 有沒有人要加一 有沒有人要加一 女生都這樣子 哎呦 姊姊好漂亮喔 那個屁股 屁股有在練嗎 大家看那顆屁股 你完蛋我會播出喔 現在剛好路過了一間超市 是他們當地的連鎖超市 叫Dream Art 1000 然後我們想說 看一下這邊的超市好不好逛 因為昨天剛好遇到他們的週日 所以他們幾乎全部的這種連鎖超市 都是關閉的 我們一起去看看吧 他門口賣了一些可愛的小植物喔 對 他在賣風信子耶 30塊台幣 他這邊好像蠻平價的 因為他門口就一直在寫自己是最便宜的價格 喔 因為昨天我們經過了一些比較 週日有開的超市都賣的蠻貴的東西 很特別的是他們都會封掉一區 生鮮的地方不賣 然後只賣一些零食湯啊餅之類的 對對對 而且昨天本來以為 可樂在這邊買會比水便宜 對 結果沒想到可樂跟水一樣貴 各位觀眾 這裡真的比較便宜 這邊的可樂是 500m的是19.9 就是大概20塊 比昨天便宜的4塊 十幾塊台幣 有差耶有差 而且他這邊飲料水上也多好多 多很多喔 而且連藍莓都是便宜的耶 藍莓買現在只有六七十塊台幣 對 就是如果你在這邊訂的房間是有廚房的話 我覺得蠻推薦 大家可以買一些食材回去自己住 但我們現在這趟是個無欲無求的 無欲無求的省錢之旅 什麼都不想賣 你會覺得什麼都很貴 閒閒那時候很省閒閒一直說 吃完再買吃完再買 不然以前以我們去美國買完的時候 就是一次買抓三包 然後那三包永遠吃不完 就是跟著我們去各個城市 買了什麼呢 買了這個來自丹麥的巧克力牛肉 喔 它很便宜耶 這盒子要51塊 喔 它裡面有很多雞肉 51塊台幣嗎 是不是 克朗 它裡面有雞肉通心麵 還有一些蔬菜 就是正常的歐洲價錢 這邊價錢真的有差 就是比較感覺買得下手 而且蠻多特價的東西 昨天超市真的都太貴了 對 他們也有賣木材超酷的 我們現在要去登頂了 對 我們現在要去搭飛爾跟籃車 我們要去佛洛伊恩山 哈哈哈哈 Flyum Flyum 我們要去搭籃車上山 然後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怎麼買票 現在來到了這個佛伊恩山的籃車下面 其實如果大家沒有買貝爾跟卡的話 沒關係 你也可以直接買 它Return Trip的話是105克啦 其實我覺得如果大家行程沒有排得很滿 就是一定要去一些什麼博物館的話 單純買這個籃車跟輕軌車票的話 我覺得就可以了 它有一個中庭站跟山頂 大家不要買錯 要買山頂喔 沒錯 然後這個就方便許多 它可以直接用感應的方式買票 然後出示這個QR Code就可以搭 是的 好的 我們準備去搭車囉 好可愛喔 對 感覺真的很像那個 樓上環球的頂喔 香港的那個昂平纜車有沒有 然後大家帶著這個車票上面的QR Code 就可以直接到這個Balling Gate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欸 真的很像昂平纜車 所以我可以上車對不對 對 那我要坐最後面才看得到景觀 應該要第一排吧 第一排就往下看 好吧 沒關係我們 你要看上景還是下景 我們可以直接包場 走了一圈又回到了第一階車廂 這車廂感覺很新穎耶 而且它是整個是一起的耶 就是沒有隔間 準備好脫掉手套 然後拿出大家的手機囉 好的 大家都站起來了 其實蠻快的 好酷喔 你往下看很時髦耶 很快 So fast 我現在只希望到山頂上的時候不要太冷 喔 來了來了 過山洞了 各位觀眾來吧 天啊 風掉 哇 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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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也很冷 也很冷 粉冷 粉冷 天啊 這邊真的是可以完完全全的看整個貝爾根的市景耶 這邊真的是風爆炸大沙夜 但是這邊真的很水 超漂亮的 而且上面其實很大 然後有一些林地可以再往下走 我覺得喜歡森林系的人大概可以花個一兩小時 對對對 或者是真的很想要看日落景觀的話 可能等天氣好一點沒有那麼冷的話 我覺得粉絲的生活 對對對 現在真的是沒有辦法多在一坑 我們剛剛兩個手痛放 對 就是為了拍照把它拖掉 對 而且它的班次很密集 對 它的班次很密集 所以也不用擔心 就是Like 五分鐘就會有一半之類的 差不多 好啦 那我們準備要去下山了 我覺得差不多 太冷了 跟大家來分享一下這個山頂呢 還有一間小小的咖啡廳 耐不住寒的話也可以走天在這邊吃個下午茶 然後欣賞一下這邊的風景 裡面溫暖多了 嗯 只是位置比較少 現在呢 飛爾根的晚上時間 然後我們要來迎接我們的 今天特別來賓好朋友 神秘的特別 念世辰辰 神秘的 神秘的 神秘 哭出來 這個小姐超悔的 這個小姐超暴蠭的 大家知道她今天之前出門嗎 早上六點 請問為什麼早上六點出門 才會 現在下午四點才到呢 因為叫做起不つ 等一下 那跟大家分享 她知道發生什麼事好了 妳等一下會不會先大哭一唱 欸 小姐你箱子超重 你知道嗎 好的 這個女生呢 她的班機延後了三個小時 她一大早從慕尼黑到法安克福 在法安克福多等了三個小時 她以為她本來的班機要接不到了 結果沒想到又多等了三個小時呢 趕上飛機 不要亂跑喔 因為可能隨時會登機 然後她說登機時間可能 會delay個10分鐘 20分鐘 甚至30分鐘後悔不知道 然後我就傻眼 然後就真的也不敢亂跑 最後直接delay三個小時 對 然後 然後 我吃就是要買給你們吃的那個frustle 我餓到吃了一個 超可憐的 現在帶著晨晨來到了市區 餓死鬼晨晨剛剛一進房間的時候 要吃什麼 我好餓 還不看鏡頭 對 請問有她理我嗎 沒有 剛剛在Googleman上面有看到一間這樣的 檢餐店 然後還有裡面有賣我們一直在找的魚湯 因為其他餐廳的魚湯都賣的偏貴 找到一家剛好是那種比較偏自助式的檢餐 吃一下她有賣Fish Cake 他們點了一個這個魚漢堡 看起來還蠻厲害的 原來Fish Cake是一個沒有味道的東西 真的喔 它就很像 對 我覺得比較像日式的口感 好像火鍋的 所以它可能就是有點像是甜不辣 魚漿做成的 魚漿甜不辣那種感覺 OK 但完全沒有味道 這碗魚湯才135克 然後外面的餐廳都180起跳 所以其實差蠻多的 但姐姐說喝起來很像 好市多的喬達農康 它裡面有很多顆魚丸 蠻好吃的 好啦 我們現在要來吃東西了 帶著晨晨回到了 貝爾跟這邊的市區來看看 商店都關光光了 然後街上也都沒人了 請問你來這個地方到底要幹嘛 你要不要回去啦 剛剛真的是 歐洲人就是發揮了他們的 最大的那種不想工作的心 真的 他們剛剛一到七點 還不到喔 剩五分鐘喔 Sorry We are close 就不幫你結帳 然後直接關燈 對 非常的優秀 然後另外一間也是 有人還在逛 然後我們今天問他說We are close 請問對貝爾跟這個晨晨有什麼印象嗎 謝了 謝囉 剛剛就是在超市買了一些東西 然後有順便買酒 那在挪威這邊呢 其實它有一個買酒的限制 就是他們當地國家的一個法令 就是在平常工作日的晚上 八點的時候是不賣酒的 週六的話是下午六點之後 也是不賣酒 在超市賣的酒呢 也只能買得到就是這種 4.75% 以下的喔 所以其實就覺得 哇塞真的是 不讓你輕易買醉 如果你要買一些紅白酒 或是烈酒的話 要在他們自己一些國營的 酒類專賣店啊 或者是一些專門賣酒的地方 才能買到 其實外面真的太冷了 我們就趕快回來 飯店那邊就是好好的取暖一下 然後聚會聊天一下 明天就準備離開這裡 到下一座城市喔 順便跟大家推薦這個 剛剛當地人推薦我們買的 這個牌子的酒 然後他很喜歡這個 梨漬口味 叫Gravance 西洋裡 嗯 也是可以推薦給大家 下次有到農業超市 可以買來試看看 對 要離開 貝爾根囉 嗯 明天 喜歡這個小鎮 雖然有點無聊 但其實他們可以逛 真的蠻多的 對對對 我覺得他們每一間店都選了 蠻多玄武 就如果你真的是喜歡 一些北樓設計的人 嗯 可以來這邊逛 會蠻喜歡的 對 但是因為這一次就 沒有太大的一些 想購物的東西 然後最推薦一定要 就是搭那個藍車 沒錯 這一次覺得最棒的一個體驗 就是那個藍車 在這個貝爾根程序 也推薦給大家 這支影片就到這邊囉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 按讚 分享一下 訂閱哦 好啦 我們讓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拜拜